小春 小春 小春开门 小春 小春 开门 你别敲了 肯定是气大发了 他不会开门的 我不至于 是不是有什么事出去了 你说这刚生完孩子 能去哪儿啊 都怪你 你明知道刘慧棠在背后 给白羽和撑腰 昨天晚上喜宴 你也不跟他们坐一桌 就知道撇清你 不是 昨天那是有头有脸的人 都在 商会的人也在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厉害关系呀 这厉害关系 你还分不清啊 你说商会 谁会从口袋里掏钱 借给你啊 这是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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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和呀 都是大哥不好 雨和 雨和 不会是跟那个 姓刘的跑了吧 不至于 雨和 董家奶奶 快快快快 那边 雨和 上奶奶 上 上 上 人呢 没人 这是 白府 咱们来晚了 行 行了 行了 别霸着我那儿媳和我那孙儿了 快把他们交出来吧 谁霸着你的媳妇和孙子 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们为什么要炖这汤啊 你瞅瞅一闻啊 又是当归又是枸杞的 这汤呢 的确是我们拿的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行了 别可视了 把我儿媳和孙儿交出来 谁家老太太抱孙子了 董家大奶奶呀 听这声精气神十足的 身体可好了 行了 我没工夫跟你扯闲篇 快点 把我儿媳和孙子交出来 谁 我儿媳和孙子 谁 我孙子 我们家大奶奶说的是 谁 白玉和呀 我问的是你是谁 我是董家 我一边去 一个拉车的 劈柴的 哪有说好的份 董家大奶奶 我问的是 谁是你媳妇孙子 白玉 您可千万别跟我说是白玉和 白玉和是你不认的 被董家给赶出来的 是 白家也不认 董白两家都量博 对呀 是是是 白家最量博 娘家呢 连门都不让进 可是董家呢 又那么势力 先赶人家 瞅着人家有两百亩地了 又回来认野种了 梁伯的娘家 势力的婆家 您别说 这门亲事啊 还真门当户对 绝配 她二嫂 你说什么呢 我看你是疯了吧 我可一点都没疯 我要是白玉和 我也信韩道德 老爷 哪家我都不回 要不咱们进去 越扯越远 她就在这儿呢 肯定在这儿 我去跟你说吧 好上了吧你俩 你这小破妇 小心 我撕了你的嘴 神神神神 掌 您啊 这一套演不过我 这 这什么家教这是 废话少说 把我儿媳婿和孙子交出来 交不出来 董大奶奶 您要是找着了白玉和 劳您稍句话 说白家呀 也在找他呢 这 这气死我了这是 看他的德性 看他的德性 好像他徐凤霖 当家做主似的 就是啊 你说这白家什么时候 轮到他讲话 一点规矩都没有 一点规矩 什么时候 就是从你白国志 丢了副会长 欠债捅了这么大个窟窿的时候 我这么说 不是为了帮你吗 帮我 你自己好好看看 白宇和生了儿子 人都没见到 到时让那二房 找机会站出来训话 老二媳妇 爹 行 你现在啊 有点嫂子的样了 爹 您都听到了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雨河妹妹在哪儿 我可不知道 我猜得到 你想想 谁来给报的信啊 难怪你那么淡定呢 这位刘先生啊 不会搏带雨河 方霖啊 你来 坐坐 坐 雨河刚出生的时候啊 我就请来一高人 给他批八字 这位高人哪 开口就说 这孩子啊 六亲不靠 一辈子命中无贵人 我当时吃惊的 就像你现在这样 那个高人还说呀 说这孩子命中无贵人 但是他是别人的贵人 他不靠人 他靠天 鱼河是天阳的 老天会疼他的 母妈 你快看看 这回水够热了吧 挺合适的 小春 我跟你说 伺候月子不能满活 这女人要是在月子里 落下病来 会痛苦一辈子 我知道了 好 我先进去了 去吧去吧 伯妈 你说这巧不巧 我这刚一出铺子 我就碰到老鱼头了 老鱼头刚打完鱼回来 非得求着我买一条 我不要 他非要给 你看 这鱼这么新鲜 咱们煮汤吧 来 伯妈 伯妈 老鱼头来了 新鲜的鱼 新鲜的鱼 吃饭 伯妈 不要 吃饭 用 别人 来 好 睡 看 出来 咱